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来关注一起发生在清朝同志末期的杀人案 通过这个案子 我们可以对清朝基层社会治理 尤其是基层司法的复杂性和难度有一个具体生动的了解 同志十三年 1874年 8月初一 广东省罗定州分烧村的梁臣氏和儿子梁宽 来到周衙门成帝壮旨 喊冤 知州杜芬志拿过壮旨一看 事情是这样的 原告梁宽向家住黄沙村的赖正义借钱 以家里的耕牛作为抵押 因为家里穷 借款拖欠着没有付清 7月27日 赖正义突然带着几个人 拿着借条来催逼借款 梁宽没有钱还 赖正义就牵走了梁家的耕牛 梁宽的妻子谭氏 看到牛被牵走了 追出家门来夺牛 就和赖正义争抢了起来 赖正义贺令带来的两个子侄 砍了谭氏二三十刀 可怜谭氏 当时就被砍死了 现在 梁家来报案 请官府验尸 查办凶手 杜芬智看了壮子 心中是暗暗叫苦 这是一桩人命大案 中国传统社会相对比较平和 很少发生恶性刑事案件 一旦发生 就会成为基层政权的大事 成为上级政府关心的大事 基层官员不仅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去处理 弄不好 还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 所以每个官员都害怕遇到这样的恶性杀人案 杜芬智又把壮子认真看了一遍 7月27日发生的案件 为什么要到8月初一才报官呢 虽然说官府有放告的限制 但也不是绝对的 特别重大的案件是允许老百姓随时来击鼓民冤的 梁家的媳妇被人砍死了 为什么当时不报官 要等好多天后才报官呢 杜芬智觉得这时间上有些蹊跷 杜芬智放下壮子 抬头看了看原告 母亲梁臣氏跪在地上 一言不发 像木头一样 儿子梁宽跪在一边 把案情又复述了一遍 杜芬智看梁宽这个人 又黑又瘦 脸色发暗 好像是鸦片引君子 但是他的目光却透着一股凶气 杜芬智问他话的时候 也感觉这个人不像是个老实忠厚的庄稼人 跟着梁宽一起来到公堂的 还有分烧村的地堡 清朝在基层社会实行保甲制度 把老百姓都编入保甲 若干家编为一甲 若干甲编作一保 在选拔其中的富裕百姓 协助官府管理百姓 上传下达等等 这些替官府办差事的人 就是地堡 地堡负责的事情很繁杂 大小兜管 发生人命官司 地堡当然是有义务出面报官的 杜芬智询问梁宽的时候 注意到旁边的地堡 似乎想说什么 吞吞吐吐了好几次 又没说 杜芬智突然拍了一下金堂木 大喝一声 大旦地堡 公堂之上 不许隐瞒 再不如实说来 大行伺候 那个地堡 吓得赶紧跪地磕头 说 梁宽家里发生案子的时候 自己因为其他事情 留在城里 并没有在村子里 周城离村子很远 所以 自己其实对案件 并不了解 清朝在广大的农村和乡镇 并没有政权机构 大量的事务都需要地堡来办 所以地堡很忙 常常因为公事四处奔波 这个地堡这么说 杜芬智也觉得是可信的 本案的被告 黄沙村的赖正义 是个贡身 贡身是地方上的官学 把优秀的秀才 推荐到中央的国子舰就读 因为类似有地方 向中央贡献人才的意思 所以叫做贡身 贡身是有科举公民在身的 不能随意拘捕审讯 这个被告 也让杜芬智感到很为难 就在杜芬智左右为难的时候 又有一个人来成帝壮旨 喊冤了 来的人正是赖正义的妻子 杜芬智接过壮旨一看 上面说啊 梁宽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谭氏 当天赖正义刚好去梁宽家 催债 梁宽就把赖正义扣留了下来 诬陷他杀害了谭氏 梁宽还逼赖正义 把欠条一笔勾销 不然就要把赖正义送官 赖正义的妻子说 丈夫至今未归 生死未捕 请青天大老爷做主 杜芬智手里拿着两张壮旨 说的是同一件事情 但是呢 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到底谁在说谎 或者双方都没有说实话 杜芬智判断不了 只好把双方的壮旨都收了下来 决定后天 也就是八月初三 亲自去分少村验尸 查访案情 然后再做打算 按照清朝的刑律 人命大案 基层官员必须亲自查验尸体 尽快破案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案子 杜芬智为什么不马上去查办 反而要拖延两天呢 首先 清朝基层官员管理的事情很多 责任很重 几乎天天都要连轴转 杜芬智实在是太忙 脱不开身 其次 周县官员下乡查案是一件大事 衙门和乡村 前期都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不是你想去 马上就能去的 一桩命案 竟然同时出现了两个遗凶 这让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杜芬智 一时难以判断 于是他决定亲自的案发 大地封烧村走一趟 希望可以找出真正的凶手 那么杜芬智的这趟封烧村之行 会顺利吗 在这里他又会遇到哪些新状况 尸检走访 又能否让他一步步触摸到 案件的真相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梁宽杀七案第一集 一桩命案两个疑凶 八月初三 杜芬智一早就起来 赶往分烧村验尸 他带上尸也 木刻 随筒 还有衙门的差役 书立 武座等等 前前后后是二十多号人 再加上带路的地堡 敲锣打鼓 对我浩浩荡荡 热闹得紧 胆小的老百姓 都被这绅士给吓到了 种田 耕地都没有心思了 老民 这是父母官下乡办案的 第一个弊端 从罗定周城到村子 四十五里路 往返就是九十里地 就算是走路 半天走一个来回 也很困难 杜芬智一行人 要在乡村里吃饭 休息 而这顿饭钱 官府是没有经费的 只能由所在地的老百姓承担 这顿饭钱 加上一行人休息的场地费用 足以让一个普通农民 破产 万一遇到道德恶劣的 书立和差役 敲诈勒索 吃拿假药 破产的就不是一两个人了 而是半个村子的农民 破财是父母官下乡办案的 第二个弊端 那么地方官就不管管 这些书立和差役吗 书立们的愤怒很少 一年只有象征性的几两银子 差役们根本就没有愤怒 只有少得可怜的几文钱 算作是饭食饮 依靠这些收录 书立和差役们连自己的吃饭问题 都解决不了 都可能饿死 他们不靠敲诈老百姓 怎么活下去 这是清朝政治制度内在的难题 所以地方官员对具体办案书立 和差役们的胡作非为 一律采取默许的态度 杜芬志到了分烧村后 先找地方休息 吃饭 村子里的地保李正 早已经给支州大人 准备好了休息的场地 并预备了饭菜 杜芬志等人休息 吃饭 花了六克钟的时间 开始验尸的时候 都已经过了中午了 杜芬志先传唤梁家的邻居 结果梁家前后左右的邻居 全都不在 邻居们害怕牙医们的敲诈勒索 害怕被当作证人抓起来 所以提前一两天 都跑得一干二净 这在清朝是个普遍现象 哪家发生了凶案 半个村子的人都望风而逃 杜芬志找不到目击者 就扩大范围 终于在小半个村子之外 找到了一个来不及逃的村民 这个村民说 案发的时候自己隔得比较远 所以没有亲眼目睹 他只是听说梁宽和赖正义 因为拉牛的事情发生了纠纷 梁家的媳妇谭氏 追出来被砍死了 这个村民的供词 基本上和梁家的说法一致 杜芬志又到了凶案现场验尸 现场在一个四周有墙的空地上 尸体在西南处的墙角已经发胀了 五座检验发现 潭氏身上一共有二十多处刀伤 其中头上中刀最多 杜芬志看完后回到盆场 命令梁臣氏和梁宽 先把尸体领回去安葬 好在最重要的目击者 也就是梁家指证的凶手赖正义 还被梁宽抓着 关在家里 杜芬志就命令差役们 把赖正义给带过来 带过来一看 这个赖正义灰头土脸 非常憔悴 他的说法是 梁宽和他哥哥梁球 一共欠了赖正义 差不多有三百两银子 案发的时候 不是7月27日 而是7月25日 当天赖正义来到梁家讨债 他一进村子 就看见梁宽和妻子谈事 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 大吵大闹 梁宽拿着刀要砍谈事 当时围观的人非常多 人山人海 有人拉梁宽都拉不住 赖正义看到后 心想不好 自己可不能躺这趟浑水啊 他赶紧脱离了人群 就往回走 走到后山 梁宽就带着好几个人 气势汹汹地把赖正义扣留 说他抢走了梁家的耕牛底带 谭氏出来追赶 被赖正义赫令两个子侄 砍死 赖正义发誓 这些都是梁宽自导自演 跟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 听完赖正义的说法 杜芬志的心中产生了很多疑问 首先 如果说谭氏真的是被梁宽杀的 目的是诬陷债主 但是谭氏已经生了两个儿子 梁宽难道和他一点感情都没有 怎么就下得了手 况且 杜芬志看到梁家家境贫寒 谭氏死后 梁宽想续嫌 想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杀人能否骗过官员还不一定呢 梁宽怎么就会想出这么一个馊主意来呢 第二 如果说谭氏是赖正义杀的 那么为了争一头牛 杀一个无冤无仇的女子 赖正义又怎么下得去手 而且还砍了 二十多刀 况且梁家的耕牛被赖正义抢走了 梁家的男子怎么就不出来追呢 反而要一个女子抛头露面 所以 杜芬志觉得赖正义的说法比较靠谱 而原告梁家的说法疑点重重 杜芬志派出随从跟班 在村子里暗中访查当天的真相 村民王都偷偷地说 的确是梁宽自己杀死了妻子 刚好债主赖正义来逼债 梁家兄弟就把他扣留 要诬陷他杀人 大家呢就出来说和 让几个人啊和平了事 赖正义家里有钱 咬咬牙答应掏出两千两银子私了 但是梁宽贪得无厌 想要更多的银子 赖正义实在是拿不出来了 就拒绝私了 坚持要报官公了 所以这桩案子才从7月25日 拖到8月初报案 杜芬志其实在昨天就从自己的 看门清水那里得到了报告 说遇害者 谭氏的娘家扬言 要在支州大人厌尸的时候 拦叫喊冤 为女儿民怨 杜芬志心里还想 这样也好 有谭家的人出面喊冤 有助于案子的侦破 但是今天到了案发现场 始终没有看到谭家的人出面 不知道谭家 是不是没有人愿意出头 还是被梁家给拦住了 查了一天案 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证据 或者证词 杜芬志对梁家的邻居们 非常不满 觉得这些邻居都是 畏类 逃避 不配合官府工作 不过村民们 除了怕衙门省案的拖累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梁家是村子里的大户 兄弟众多 其他村民得罪不起 那么案子怎么办呢 杜芬志下令 先把梁宽及其兄弟 还有赖正义等人 都带回衙门再做打算 由于害怕受到牵连 案发地的村民 得知杜芬志要来查案 都纷纷未累逃避 不愿配合官府工作 这就使得杜芬志 到案发地的调查 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那么为了找到真凶 杜芬志接下来又有什么打算 他能否找到这起命案的突破口呢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梁宽杀七案第一集 一桩命案两个仪凶 古代官员查案 最常用的工作方法就是提审人犯 杜芬志也没有其他办法 也只能是反复审问相关人等 8月初五 杜芬志提审了梁家祖孙三代人 和地宝关俊兰 他们不是说自己不知道 就是回答的 含含糊糊没有什么价值 杜芬志又提审了赖正义 赖正义坚持说梁宽杀害了妻子 杜芬志是半信半疑 8月19日 杜芬志提审了梁宽的哥哥梁求 梁求在案发的时候就在现场 但是梁求的供词和梁宽几乎一模一样 眼看日子是一天天过去 案子没有任何头绪 杜芬志迫汉的压力越来越大 怎么办呢 杜芬志只好邀请罗定州 本地的绅士出面帮忙办案 8月18日 杜芬志请菊生黄焕察等人 出面查案协助审讯 那么菊生是什么人 堂堂的支州大人 为什么要请他们帮忙呢 中国基层社会地域辽阔 州县衙门的官员人数又很有限 这些人事无巨细 什么都要管 肯定是管理不过来 辽阔的乡村和庞大的农民的 州县官府不得不寻求合作者 这些合作者就是绅士阶层 绅士是读书人 绝大多数都有公民 很多人本身就是在乡闲居的 或者是告老还乡的前官员 他们既熟悉当地的实际情况 又对官府的方针政策 行政运转非常了解 是充当官府和乡村桥梁的理想人选 农村发生的很多事情 官府首先想到的是要乡生们自己解决 官府有大的决策 有大的动作 或者遇到什么难事 官员也会请绅士们一起过来商量 同时老百姓也承认 绅士可以代表自己 认可乡生的这种半官半民的身份 到了清朝后期 绅士们的势力比以往更强大 在官府的默许下 南方一些地方的绅士 纷纷成立公局 这类地方组织处理民间事务 承办官府交办的任务 类似于县级以下的政权组织了 大家推举少数绅士 主持这些公局的日常事务 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局生 杜芬志找的黄冠茶 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杜芬志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地方官 在广东多地担任过支县 还担任过省会南海县支县 杜芬志非常清楚 乡生对地方政务的重要性 梁宽妻子遇害的难题 杜芬志就感到很棘手 只好拜托熟悉的乡生 黄冠茶 由黄冠茶出面给案发地附近的 村庄的乡生们写信 请他们为这个案子出面作证 8月20日晚 有12个乡生联名 向杜芬志递交了一个饼单 也就是12个人做的情况说明 案发当天 赖正义从家里先去了大坡村 再到案发地的芬绍村 大家都没有看到 他有其他人陪同 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 梁宽声称赖正义 贺令同行的两个子侄 砍死了谭氏 根本是无中生有 同时赖正义平时 并没有什么违法乱纪的行为 怎么会带上刀去讨债呢 这12位乡生 虽然没有直接说明梁宽是诬告 但是从赖正义独自一人 空手讨债的情况说明 就已经足以排除赖正义 直死子直 砍死谭氏的可能性了 现在有了12名乡生的联名证明 杜芬治认定是梁宽诬告 赖正义并没有杀害他的妻子 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梁宽 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讹诈诬陷赖正义 接到乡生饼单的当天 杜芬治就对梁球上行逼供 梁球虽然没有彻底承认 但也露出了口分 杜芬治更加判定梁宽杀其无疑 接到饼单的第二天 8月21的下午 杜芬治客客气气地请12位乡生到场 当场提审梁宽 杜芬治先咨询乡生们 大家说的和饼单的内容基本一致 其中有几位乡生还说 我们听说梁宽平日里吸烟耗赌 既是尹君子又是个赌鬼 花钱很多欠债累累 妻子梁谈氏常常埋怨他 梁宽也经常和妻子吵架 此案确实是梁宽杀妻 诬陷赖正义 附近几个村子 大家谁不知道 谁不唾骂梁宽 这么多乡情 不会无缘无故指责梁宽 最后 这些乡生还放出了一句狠话 如果赖正义真的杀死了梁谈氏 我等情愿和赖正义同罪 大家要知道 乡生们能够在官府和乡村之间 做好桥梁纽带作用 信用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要在宗族当中 保持崇高的地位 名誉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十二个乡生啊 最后一句话 就是在用自己的信用和名誉 给赖正义做担保 杜芬志不得不相信他们 下令 把嫌犯梁宽带上堂来 差役们把梁宽带了上来 十二位乡生 你一言我一语和梁宽对质 说得梁宽头皮发麻 双脸赤红 他低着头 无话可说 但是呢 又不甘心 就这么彻底失败 突然 他抬起头来 大喝 这些人都是赖正义 花钱买来作证的 赖家每人给了三十两银子 梁宽又突然指着一个乡生说 黄甲饼是赖正义的亲戚 乡生们平时都是看重名誉 受人尊敬的人物 哪里受得了梁宽在大堂上这么指责 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难道我们都是赖正义的亲戚吗 梁宽本来是想诬陷乡生们 想不到完全激怒了后者 黄甲饼更是恭恭敬敬地 向杜芬志作了一个一 说 我黄某是因为菊生 黄冠察分大老爷您的手谕 写信让我出来作证的 我不是受赖家的委托出来作证 梁宽做了丧尽天良的事情 还敢诬陷我等收受赖正义的贿赂 请大老爷明察 杜芬志非常生气 对梁宽说 梁宽 本官之前不提升你 是因为没有确准的证据 现在众位相生为谭氏抱不平 出于正义来作证 你不但不认罪悔过 还敢在公堂之上诬陷众位相生 罪上加罪 杜芬志又转身对牙医们说 来啊 先给梁宽掌嘴二十 再吊上板凳 熬供 牙医们如狼似虎 三下五下就打了梁宽 二十个大嘴巴 又把他吊起来打 梁宽痛得哇哇大叫 但是就是不承认杀人 梁宽是有鸦片影的 整个人又黑又瘦 双腿细得像木棍一样 杜芬志怕一直这么打下去 把人给打死了就不好办了 就先下令把他押回牢房 十二位相生在证词上签字后 也都告辞走了 至此 既有相生的集体书面证明 梁宽又被驳得哑口无言 案件似乎是接近尾声了 那么这桩案子将如何审判 如何了结呢 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波折呢 欢迎大家收看下一集的法律讲堂 谢谢大家 再见 在罗定州当地相生的帮助下 杜芬志把杀人凶手锁定为梁宽 却不想梁宽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那么这究竟是梁宽嘴硬 还是根本就抓错了人 梁宽杀七案第二集 主审与嫌犯的交易 下期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